大家好,欢迎收看《瑞说瑞话》,我是周睿 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中国主要粮食产量超30年断层是第一 上的热搜,大家特别自豪 但是我要提醒两句 第一,全球饥饿威胁从来就没解除 第二,这些年一直有人试图忽悠我们 先说饥饿问题 我父亲回忆说 他们小时候谁家能够端出一碗白米饭 那得端着在村里转一圈 边吃边得瑟 随着祖国的发展 相信现在大家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饿肚子的感觉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没有饥荒的时代 只是活在一个没有饥荒的中国 就在2020年 全球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 有七八亿人面临饥饿的威胁 所以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一直是我们国家的头等大事 但这些年一直有人试图忽悠我们 有人说天天守着耕地种粮食太土了 明明可以去国际市场上买呀 还有人说看你们的粮食供过于求了 堆在那里都发妹了 也区区产能呗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部长当面博持他们 说我们十几亿人口 粮食多一点就多一点呗 如果少了 哭都哭不出来 买都买不到 世界市场一共才多少粮食可以交易 相信大家经过高科技的领域的卡脖子 经历了这一轮疫情 更加能够看清楚 到底是谁在忽悠 所以我们现在不仅强调 要牢牢地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还要强调饭碗里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从国家层面 无论是年首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 还是布局种业翻身账 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 而我们也没有置身事外 数据显示呀 全世界每年浪费和损失的粮食 占当年总产量近百分之十四 所以只要我们挠劲 历历皆辛苦 不浪费一颗粮 就是对粮食安全最大的贡献